今天我们常说开局一个晚装备全靠打 这句话用来形容朱元璋是再合适不过的 然而明朝开国以来 与朱元璋有过类似经历的其人数不胜数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位 他是朱元璋的侄子 苏日里一直以一个花花公子的身份诗人 关键的时候却为朱元璋的军事集团立下了汗马功劳 最后却因为犯错 险些被自己的亲叔叔朱元璋下令处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最后又是为什么会惹得亲叔叔对自己痛下杀手 这个人就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 他的父亲就是朱元璋的大哥朱星龙 虽然早在朱元璋小的时候 朱星龙就已经饿死了 但是后来因为朱文正的关系 朱元璋还是给大哥朱星龙封了一个南昌王的爵位 可见朱文正在朱元璋这里真的是相当受宠的 那么他凭什么受到朱元璋如此的厚爱呢 除了两个人是亲戚的这一层关系之外 最关键的还是朱元璋这个人很有能力 起初朱元璋跟着自己的母亲王室一起在农村生活 后来听说叔叔重发在起义居那边做了一个打官 于是他们母子俩便赶过去投靠了朱元璋 一开始朱元璋就对朱文正相当好 不光拿他当做亲儿子抚养 更是让他和自己的儿子朱彪一起学习文化军事等等相关的知识 大如宋连和刘伯温这样的人都是他们的老师 一句话太子学什么朱文正就跟着学什么 所有一切他能够得到的东西都是那个年代绝对的顶级配置 但是慢慢的朱元璋发现自己的这个侄子好像是一把打仗的好手呀 平时虽然朱文正和后来的太子朱彪一起学习 但是两个人之间的性格却形成了天壤之别 朱彪的性格温良恭壮 对谁都很有好客气 对待老爹朱元璋更是百般孝顺 而朱文正则不一样 他不仅是一个有话就说的直性子 在整个朱元璋军事集团中 朱文正也是为数不多敢于当面顶撞朱元璋的人之一 后来有一次朱元璋攻下了极庆路高兴得不得了 在庆功的酒宴上 朱元璋当着众人的面表扬朱文正作战英勇 并且朱元璋当即表示 现在军中的职务和赏赐朱文正都可以随便挑 众人看着朱元璋正在心头上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缴了他的信 这时候唯独朱文正自己站了出来 他言辞拒绝了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赏赐 然后对朱元璋说 朱朱我知道您心疼我 但是您是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 做大事的人岂能因为小事情乱了阵脚 如果您先封赏了自己家的亲戚将来不光难以服众 还会令天下好几取消 其他的将军谋士们听得一脸惶惶 这话要是唤了他们说 恐怕这会儿早就已经脑袋搬家了 但是朱元璋却没事 朱元璋只是站在原地愣了一下 随后便连连夸赞朱元璋有远见不为顾会所动 后来朱元璋的势力越来越大 而朱元璋也随着朱元璋一路上立下了不少的军功战绩 此时朱元璋已经开始对手底下的将军和大臣们有所猜戒了 朱元璋生怕哪一天会轮到自己 于是他便十分机智地想了一招 自污 所谓自污就是自己败坏自己的名声 是古代很多名将名臣为了保命的关键手段 比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蓝陵王高长弓 也曾经通过收受财务美女来保全自己 朱元璋同样也打算这么做 只不过相比起蓝陵王 朱元璋自己这会儿做得有点狠了 突然之间 朱元璋居然开始逛赌场 逛妓院 一副花花公子的派头 每次花起钱来 基本上看都不看一眼 甚至军队当中还有传言说 朱元璋包养了一个青楼女子 很快 朱元璋的绯闻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 愤怒的朱元璋把侄子叫到了身边 一阵训斥 希望这个孩子可以自次改过自新 但是朱元璋的行为不光没有收敛 反而越来越过分了 最终在朱元璋与陈有亮爆发大战的前夕 朱元璋打算派遣朱文正去宏都城住手 这一个决定立马激起了大家的反对 有人觉得朱文正在战场上屡见其功 这次也一定会不如使命 也有人觉得朱文正虽然以前战功赫赫 但是你看他现在的那个样子 这哪里还像是一个统兵的将领呢 简直就是一个狂嫖烂赌的花花公子 然而出于对朱元璋的信任 朱元璋还是把防守宏都城的千金重担交给了朱文正 面对对面陈有亮的六十多万大军 朱文正手上能够使用的士兵满打满算也只有两万 这怎么能够守得住呢 但是从陈有亮到朱文正手底下的将领 大家都觉得这一战朱文正必败无遗 但是朱文正采用了依托地形节节抗击的反法 陈有亮的军队虽然多 但是大多数也就是一帮乌合之众 他们来参军多数也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没有想过真的去打仗送死 而朱文正手底下的军事们大多都已经是退无可退了 既然现在战也是死 不战也是死 那为什么不打一个硬仗求得生存呢 最后 朱文正以不到两万人的兵力挡住了陈有亮的六十万人 这样的防御战战力 甭说放在当时 就是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但是红毒保卫战以后 朱文正就真的飘了 他眼看着朱元璋大大赏赐了常玉春 廖永忠以及其他几个有功的将领 觉得自己立了这么大的功劳 居然得不到一点赏赐 于是心里便开始失衡了 最后 朱文正干脆让人抢了几个受风将领的奖品 反正自己跟朱元璋是亲戚 战功又那么多 朱元璋无论如何也不会杀了他 但朱文正想错了 这一回朱元璋大发雷霆 胜怒之下居然真的对朱文正动了杀心 这个时候幸亏有朱镖和马皇后在旁边帮着秋情 朱文正这才保住了性命 逃过一切 随后 朱元璋将朱文正贬到了同城 不久后 朱文正就在自己的寓所中一鸣无户了 朱文正死了以后 朱元璋不知道是出于对朱文正的惋惜 还是对大哥朱新龙的愧疚 居然还是给朱文正的儿子朱首先封了一个靖江王的王位 虽然这个王爵是两字王 不如朱元璋手底下的几个单字王之前 但是这本身已经是对朱新龙和朱文正一脉最好的交代了 朱文正在课程中